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宋辽夏金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 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近日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 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璐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宋辽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 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的特点跟南北朝既有相同的地方 又有不同的地方 一个最大的特点 这一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进入到龙木交错的地带或者一部分龙野区 所以他们很快地就地地融入到当地传统文化里面去 随着少数民族进入内地 特别是入主中原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 少数民族逐渐认同中华传统文化 自认为是中国 如西夏把宋朝称作南朝 把契丹称作北朝 自认为是西朝 可以说宋 辽 夏是中华大地上的三个兄弟政权 都是中国 因此古代中亚人把宋 辽 夏 金都称为桃花石 那既在辽朝认为是中国 女政占领边境开封以后 她认为是中国 那西夏认为也认为是中国 我们都是中华大地上的三个民族兄弟政权 宋 辽 西夏 金都是桃花石 在多民族政权内部交流的同时 各政权间的交流也十分密切 宋 辽 夏 金之间 政治 经济 文化交流从未中断 这种多层面多维度的交流 到元朝统一中国时 进入内地的契丹 党项 女真等民族和汉族之间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大量的北方民族 他们一些文化习俗都传到了内地 又加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汉 说传统文化是在不断的丰富过程 这个丰富就有各民族的文化的汇聚在里头 没有各民族文化的汇聚 中华传统文化也不会生生不息 长达五千年的文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